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集 然后的欧阳修来做的序 所以说翻译过来就是佛教徒秘演的诗集的序言 好 我们来看内容 第一段 玉少 玉少以晋识由经师应得晋交当事之贤好 我年轻的时候凭借晋识的身份呢 然后在京城游历 所以能够广泛的和当代的贤人豪杰进行什么呀 交往 进行交往 在里边 这个经师主要指的是当时的汴京 也就是开封 然 优以为国家沉移四海 修兵格 养息天下 有无事者四十年 那么然而我还认为 朝廷臣服 统一四海 停息战争 养息天下的人 因而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已经有四十年了 而智谋雄伟非常之事 无所用其能者 往往福而不出 山林图范 必有老死而是莫见者 欲从而求之不可得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天下太平有四十年了 那些有智有谋雄才大略的非凡人物 没有地方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了 往往隐藏者不肯出来 往往福而不出嘛 在山林里和屠夫商贩之中 一定有这样的人 就是他们都大隐隐于世了 直到老死 世人还没有发现他们 我想跟着去寻找他们 但无法得到 欲从而求之而不可得 其后得无网友石漫青 后来呢 结识 结识我那已经去世的朋友石漫青 他虽然写的是蜜眼 但是呢 他先从石漫青讲起了 石漫青这个人呢 名炎年 又叫石炎年 他是河南商丘人 北宋很著名的诗人 但是他一生呢 遭遇冷落很不得志啊 然后 阔然有大志 石漫青这个人呢 为人呢 开朗豪放 而且有远大的志向 石人不能用其才 当时的人呢 不能用他的才华 漫青亦不屈以求和 那么这个人呢 也不愿意委屈自己啊 去苟和逢营啊 苟和逢营 无所放弃意 则往往从不一野老 憨喜淋漓 颠倒而不厌啊 那么他经常干什么呢 他没有地方这个发泄自己的感情啊 就常常跟着平民老百姓啊 平民野老 痛饮游戏啊 淋漓尽兴 弄得自己身魂颠倒 却不感到什么呀 厌倦 欲以所谓福而不见者 数据狭而得之 故长喜从漫青游 欲应以 欲应以应求天下其事 那么我怀疑所谓的隐藏 没有被发现的非常人物 或者是可以在没有居住的 亲切交往中找到 所以我常常喜欢和石漫青来往 想凭借这个暗暗的去寻求天下的歧视 这是石漫青 接着 浮屠密言者与漫青交最久 亦能意外世俗 以气节自高 那么有一个和尚 浮屠就是和尚 佛教徒密言这个人 他和石漫青呢 交往很久 也就是说密言的是石漫青的好朋友 两个人交往了很久 他能够超脱世俗 拿气节来鼓励自己 来勉励自己 二人欢然无所见 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 非常融洽 没有一点隔阂 然后漫青饮于酒 密言饮于浮屠 皆齐男子也 那么石漫青的饮服在酒里 密言的饮服在佛门 都是有奇才伟智的人 伟智的人 然体为歌识自语 然而他们都 然而呢 密言的喜欢自己 来做诗歌 来娱乐自己 当其急饮大醉 歌饮笑乎 遗食天下之乐 何其壮也 然后当他狂饮大醉的时候 唱歌饮食 喜笑欢呼 从而享受天下最大的快乐 那是多么的豪壮的事情了 多么豪壮的事情 一时贤士 接远从其游 欲以时至七时 那么呢 一时的闲人都愿意跟他交往 我也常常到他屋子里去玩 去玩 十年之间密言北渡河 东之济运 济运无所合困而归 然后十年的里面 密言向北渡过黄河 向东到了济州 运州也没有遇到赏识自己的人 穷困的回来了 这个运州和济州在山东 曼清已死 密言已老病 这时候呢 曼清已经死掉了 密言也年老害病 劫夫二人者 欲乃见其胜衰 则欲以将老矣 那么这两个人 我都亲眼看见他们的兴盛和衰老 而我呢 自己也将要衰老了 好 夫曼清诗词清诀 忧称密言之作 以为雅见有诗人之意 那么石曼清的诗文特别清新 但他更称赞密言的作品 认为他优雅雄健 然后又有诗人的气质 密言壮貌雄结 其胸中豪然寄习于佛 无所用 读其诗可行于事 而懒不自惜 那么这是说 密言身材很高大 相貌很英俊 他胸中啊 有盛大刚直的正气 他已经做了佛教徒 就没有地方施展这一切了 然而只有他的诗 能够在世上流传 可是呢他又很懒散 自己呢又不是很爱惜啊 已老窃其驼 尚得三四百篇 皆可喜者 现在已经老了 打开他的尸囊啊 打开他的袋子啊 装尸的那个袋子啊 还得到了三四百篇 都是可喜可贺的作品 曼清死 密言漠然无所向 那么是曼清死后呢 密言感到很寂寞 没有地方可以去 闻东南多山水 其滇崖 这个滇崖 绝绿啊 滇崖绝 江涛汹涌 甚可壮严 那么呢 他听说东南呢 多山水 山市呢 又高峻陡峭 江水呢 波涛汹涌 是极为壮观的 就想去怎么样 游历 随欲网游烟 足以知其老儿 志在也 这足以说明啊 他年纪虽然老了 但是志向却依然存在 这就是曹操说的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啊 于其将行 为序其师 因道其圣死 以北其衰 那么将要 在他将要动身的时候 我替他的诗集 写了这篇序 借此来说 讲说他的兴盛时代 悲叹他的衰老 悲叹他的衰老 好 这篇文章呢 就这么长结束掉了 从这篇序言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啊 他没部落这个写诗序的俗套 他重点呢 没有写秘眼的诗上 而是重点写秘眼的为人 因为秘眼是个和尚 因为重点突出 他是个有能力 却得不到发挥的 福而不出的一个欺男子啊 欺男子 一个大的隐士啊 那么作者还用石漫青来做陪衬 插入了自己的感受 然后写的一往情深啊 一往情深 无限的惋惜之情啊 溢于言表 那么他不直接写他的诗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欧阳修觉得 他的诗写得很一般的 他的为人很好 可是可能他的诗 觉得欧阳修看着 看不上眼啊 因为写序的话 你肯定是要 要赞美他的诗嘛 他不估计他是不想赞美他的诗 然后呢 只能赞美他的为人了啊 当然这是我的一点看法啊 不一定正确 好 这篇文章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